ON sahib 要的是握花 其實也滿漂亮的 眼光不錯啦 其實就妳剛開始也沒有打這樣 要整的東西就是美好 就是妳看漂亮就好 就糟糕嘛 是要有工啊 對啦 妳跟我一樣 我一直跟我講說 媽 以後什麼會最貴 就是工會最貴 做也是 就是妳看漂亮就好 比较贵因为它是手工刻的 对 已经不错了 就是说趁它那个 瓷胚还没有完全硬的时候 它就拿刀具去刻出这些图案 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婆婆给我 基本上那张条件还是不错 真的吗 钻石第一个白 第二个它也是够干净 不错耶 当时她说 很诚恨地要试这个媳妇的 这个也是 这个二孩 这个看起来 看起来也不错 这个种水 一般来讲 是很难的 对 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老的辣 女人要有钱 有钱有信心 我是一段日 欢迎收看 保护界定团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专家有谁 曾树梁 综合艺术界三十多年 是台湾古董建林界第一把交椅 李荣欣 台湾宝石协会荣耳女市长 近距离临街处矿区 掌握全世界的珠宝怀动 亮文良 擅长珠宝设计与金工 带您依亏珠宝设计中的艺术之美 李成伦 判卖公司负责人 身兼首席判卖官 关于各大珠宝行 还有各地空虚 皇帝行新北市 盘库公会监视 纵红盘库市场二十一年 熟悉盘库市场交易价格 今天的超级陪审团阵 阵容坚强 不管是珠宝玉石古董字画 老师们都将指数浑身解数 告诉你珍藏 以久的宝物真正价值哦 欢迎台北的李小姐 李小姐犹豫了两三年 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她很怕上镜头 对 我很怕 你有什么好怕 因为我没有来上过镜头 我会害怕 不会啦 你慈眉散目的很可爱啊 这么老了还可爱 看起来一定很乐观 她说呢 收藏古董 还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早年价格不高 反正她就买来玩的 买来看的 那后来呢 已经因为过了这个 有一个小孩 对不对 对 她在美国有多喜欢 小孩并不喜欢这古董 她以后会很头痛 而且她先生竟然跟她说 你如果比我早走的话 这些古董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吃啊 所以她就希望来处理一下 先来看看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好处理 没价值也不用担忧啦 好 那她这是大部分的东西 我觉得她买东西很有趣 她每一个都五千块买的 不是五千块 就是说我买东西是这样的 因为买的时候 她来过来 你知道吗 你买东西你不可能只买一样 对不对 就一堆 一会谈价钱 因为我跟你讲 你买东西你绝对不能 人家给东西好看的东西 也绝不会跟你讲说 啊我吼 我跟你讲你好客户的话 人家会先第一个拿给你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她一定通通好了 先拿来给你 为什么你报名都写五千块呢 因为我就是五千块比较好讲 哦 所以大概都是几千块啦 要这个价格你比较买下去 有的我妹买的就比较贵 哦 但是我是买的话 我是因为你知道吗 公务人员不可能有很多钱 就是说 所以都当五千块买的 对对对 当五千块 不然我先生会骂说 你买多少钱 我现在 原来是不说实话 还稍微每个都写五千 我还以为还真厉害 每个都可以讨价还价到五千 好 这是谁的 这个啊 这个 我妹的 你妹妹陪你一起封就对了 对对对 我妹妹陪我一起封 他也在美国 这个是看起来像个君瑶的盘子 好 他卖你的时候是说是现代艺术品还是古董啊 就 我也不知道啊 这烧的其实蛮漂亮的 我跟妳讲 其实我买东西一样是喜欢漂亮 对 我跟妳漂亮就是现代的无所谓 你丑的话是现代的 你也并没有真心要靠古董赚钱 对对对 你希望漂亮来看一看 对对你就看起来舒服 你每天弯着也高兴 你看这后面这烧得多可爱 嗯 对对 好漂亮 有多漂亮吗 这个我也会买的 我看她很漂亮 嗯 只要价格不高都可以买 我不要买那个很贵的 嗯 好 我想所谓的大陆丹邦客 应该是指当时的澳门邦 对 来 请估价 三千元 三千元 我刚刚说下来我就喝三千 这个是军瑶 但是这件是现代法 不是老军瑶 她是她有去故意做旧吗 还是这是用过的 还有洗一下 还有洗一下 不洗就好了吗 那我们看这个 她整个这种军瑶的这种柚的变化 很漂亮 这个古代不是这样的 对啦 古代它是蓝色的底 底柚上面再撒上红色的柚 一抹红 一抹红 那照这样的样子 应该是元代的形式 因为它很重 比较大 所以元代的军瑶是只有一点 一个点 或者是两个点 对 一抹红 这个太漂亮了 它不会搞得像这样子 是好像满天的花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它是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东西 以现代工艺品来估三千块 差不多 还有这个 刚刚我一直跟那个曾教授 这后面写雍正年制 我刚刚跟教授说 我说这个 应该是贴上去的吧 贴得这么整齐 教授说 不是 你仔细看 它是画的 画的 哇 连那个开窗里面的花鸟 都是画的 对啊 都是画的 你也有看过 有啊 有 我知道啊 哇 我本来以为是贴梢 这样固固固固 结果不是 对 所以你等于是画了四面的瓷画 小的瓷 而且你看 粉红色的也要画 蓝色的也要画 这卷草啊 这卷草纹啊 金漆也要 对啊 你说你做出现代 它能够画到这种工 你也很喜欢 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 我刚刚也跟大陆聊 以前的工业业业 工业业业 就是他们的教授 只拿200块人民币的时代 对 工人也拿200块人民币的时代 对啊对啊 你说你只要你放得久了 你看漂亮 你两天拿起来看也舒服 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 我真的记得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啊 那时候是陪教授去考古 结果我还吃过四毛钱的葱 就是像那种葱烧饼 现在跟讲到四毛钱 大陆的人都没有记忆 现在包 他们包子一个也台币十块钱 台币十块钱 人民币两块啊 而且他们现在来台湾都说 我们计程车费很便宜 我们吃饭很便宜 对啊 我有一个朋友嘛 就是西北大学教授 他去年来台湾 他就说 这教授你们这个计程车好便宜哦 我吓一跳 真的很便宜 对啊 鸡蛋后现在东西也很贵 现在很贵 他现在晃得这么漂亮的工 他都卖你很贵 我有看到 当然 所以你一定会争执吗 嗯 这会晃的 好 来 好 请坐下 这个它特殊性非常非常够 当时全世界第一支 从用皮带来做转轴的 一个传动动力的一个表 皮带可以做转轴 这个包子限量是200支 现在是220万 什么 猴金女团强力争求 请将您保护的故事照片 以及联络方式寄到年代电视台 或是email指定信箱 下一个上节目的就是你 你放了酒了 你太漂亮了 你两天拿起来看也舒服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现在跟讲到四毛钱 大陆的人都没有记忆 现在包 他们包子一个也台币10块钱 台币10块钱 人民币2块啊 而且他们现在来台湾都说我们计程车费很便宜 对啊 我们吃饭很便宜 对啊 对啊 我有一个朋友嘛 就是西北大学的教授 他去年来台湾 他就说 这教授你们这个竟然是好便宜哦 我吓一跳 真的很便宜 对 对啊 鸡蛋糊现在东西也很贵 其实你看 他现在晃得这么漂亮的工 他都卖你很贵 当然 当然 所以你一定会增值吗 嗯 这个贵的 来 请贵 2万元 好 恭喜你 这个是法民 拥振的年财 是 但是因为这个工呢 是到底画上去的 而且画得非常精致 而且它毕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 是 它有一定的价格 就是我们连工资也要把它算进去的话 它的确变贵了 现在这个东西也增值了 是 对啊对啊 这几千块买了你就 好 这个也是几千块买了 这个其实很可爱耶 你看 对啊对啊 这一支是 是龙吗 这是龙头 龙头 所以它长得不是很像龙 你看 哇 这就是 想要做出耀州时的样子 对 这是刻花 其实也蛮漂亮的 耀州刻花 你眼光不错啦 对啊 其实你刚开始也没有打碎 要真的 东西就是美啊 就是你看漂亮就好 就搞缸啦 对对对 对对 你跟我一样 我儿子跟我讲说 妈以后什么会最贵 就是工会最贵 对 我买东西我也喜欢买很搞缸的东西 对对啊 你没有工营喔 那个东西就没有 像什么七宝烧啊 我是想说 做这很难啊 好吧 好 好 请估价 一万元 好 走出 这个耀州瑶 送一代的耀州瑶 但是问题是它的耀州瑶 这间为什么我说它是法房的 一万块一定是房的的价格嘛 我们看啊 它这是刻花 刻花是比较贵 因为它是手工刻的 刻的已经不错了 就是说趁它那个磁胚还没有完全硬的时候 它就拿刀具去刻出这些图案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真的 嗯 这是在瑶指剪的 嗯 你看这个跟那个差多少 嗯 工的那个功力 嗯 刻花的功力 你看这个刻的生前有变化 它这个是比较呆板 嗯 有没有 有比较呆板吧 嗯 这就是不对的 那我们看我 我们有一张几张图片 这个就是 它功更好 就剔花的 一层层下去 它的生前高浮雕表现出来 好 你那一件就从这里 然后你这里是刻花的 它的浮雕比较深 你看它刻花它刻的生前有致 你说这是什么朝代的 北宋的 北宋的 它还 它不只它这里面还有那个黄绿之间的变化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不只是刻工的问题 还有这个钥的问题 因为 宋代的耀州瑶 它是橄榄绿 嗯 这个就是标准的橄榄绿 对这比较浅一点 这个是有点很一致的东西 所以它不太对 好 下一张 你可以看到那个刻花 刻那个莲花瓣 有没有 那个刻工 上上下下 深浅的变化 它这个现代刻工做不到古代的刻工 你教授 当时这个又应该是禁有 是不是 整个拿去禁 对禁有 它禁得好均匀 所以也需要工 对禁有 这片铲片 北宋铲片也蛮完整的 请问这个 这个比较贵 这多少钱 这我以前买的 这个是十多年前买的 那时候买的话 这一片也要 一两百块人民币 可能现在不止 现在大概一两万 现在不止了 因为它有这个圈竹的特别贵 他们叫有天有地 有地的特别贵 所以当时你真的买铲片 也买得很快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一两百块而已 诶 这个哦 这个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 这乡签的 他们 这就是用贝壳嘛 我不想问 为什么它是 应该一般来 这是在文房四宝的吗 文房四宝 这个是 对啊 这个放一个珠宝的 不是放研台的 这看起来放笔跟研台 这笔 放研台 对 然后放墨 对 这盒子很可爱 而且这个盒子挺沉的 对 对 看起来木头应该不错吧 木头还不错 很重 还可以 诶 你看 乾隆粘制 对 虽然一定不是乾隆的 可是那个是贝壳 而且用的是蛮好的贝壳 而且用的是蛮好的贝壳 诶 这上面这该不会是河田的 河田的 真的耶 以前做这种 这个 柜石画 都还蛮搞刚的 用的材质也不错 哎呦 这个鹤的角 该不会是珊瑚吧 让我看一下 有的 那个嘴巴看起来有点像塑胶 嗯 不错 好 这个也是几千块买的 这摆在那个书桌前面 看起来也很雅致 没有 现在 用弓你一定会赚钱啊 我把这些拼起来也很了不起了 对 来 请估价 一万八千 一万八千 上面这些都是补的 嗯 补过去 你看 有没有 你看这个 跟这个的色泽是不一样的 因为 本来他就不故意要 用贝壳的光 不是 这个都掉了 然后他在补的 这个补了 所以这本来是个老东西 本来是老东西 他也是老 老件 新作 再把它组装的 你看这些都是补上去 有些都是补上去的 然后我们看 有的是旧材质 有的是新的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补上去的 你看 这些是补上去的 哦 这是补上去的 你看他这个老化老了这样 他这个没有老 哦 这个壳 这是补上去的 下面比较旧 这是补上去 而且这木头也比较轻 哦 这也挺轻 老的木头 这也很轻啊 这很轻 有点像发霉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老的 那这些都是补上去的 补上去的 其实补上去也要花很多工 也要花啊 那以前工匠比较便宜 那这个 后面这个底子是指摊的 嗯 所以他很重 对对 所以他还是有木料的价值 只是他的工的素质不是很好 不是很精致 嗯 他可能捡到一个老的东西 然后他再把它组装 然后为了要卖 来去组装 对对对 他们提供澳门的单班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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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这个键还是有架子的 好 好 接着这个东西 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哦 前楼黏制 看起来像是个以前那种酒杯的样子 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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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画的 嗯 这也是手工画的 你看看 这是手工画的啊 对啊 就了不起了 虽然这个朝代感怪怪的 但是工倒是画工还是蛮细的 好 我们要开始来写这个拆架 来 一万元奖金 李小姐 来 请 随便写 现在反正没有专家帮你指点 我觉得哦 这老教授帮你奖的价格 大概都是两三倍 你买价两三倍 那你也不要抓的太高 这样就好了 来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说他那个形式怪怪的 但工很细 就表示 他应该只是你想象的名存 还是房型而已 好 你要不要少一点啊 少一点是吧 对 因为刚刚好像都没有到这个价钱嘛 你有没有觉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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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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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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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为什么了啊 你看看啊 这个是前龙的 这个手工是太厉害了 你看这个画的这个东西跟你的比起来是有点差距的 好 好 他这个画的东西画的图也是又不现代又不古代 对 对 他是防火谷图 好 下一张 你看他那个很细 嗯 比起你这件要细多了 这是乾隆的东西 嗯 所以你看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知道一个标准 嗯 好 下一张 这件你看多漂亮 你从那个形 细形跟整个花纹装饰 这真的是漂亮 已经做到了极致 是 已经做到了极致 嗯 所以 也把国库的钱也用完了 真的真的真的 是这样没错 好 但无论如何呢 林小姐很高兴 因为她猜得非常准 2万元 好 恭喜林 谢谢 谢谢 好 超级贵妇来踢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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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並不是這樣 今天是把婆婆的東西挖出來 你最近也有一隻 因為它是屬於一直在買的買家 沒辦法 我們都太暗默了 對 得了一種不買會死的病 而且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喜歡翡翠 最近很多人往下殺 最近很多人都缺錢 然後拿出來 你也知道 對 最近碰到好多缺錢 然後你就自己在家裡開啟當鋪來說 來來來 我家 我覺得我可以開當鋪 而且我跟妳說 它殺價也其實挺狠的 哪有沒有啦 其實我們兩個人家不定期來喝個下午茶 對 因為我很喜歡殺價買在西 我們應該一起去 是不是 對 一起去搭 如果要好價錢 有一些因素 第一個 假如對方很缺錢 那當然這樣子就好 對 假如可有可無 那當然就會高一點 那假如說你需求恐激 你面露十四 當然就價錢高一點 那假如說你說 反正我家裡還有十個 你當然就會低一點 所以它有客觀的因素還是很多 你已經講對了 像我們殺價的時候不是說 你要不要賣沒關係的 我家裡也不缺 對 沒錯 講這一點就 對啊 來 這個 哎呦 這個表長得有點奇怪 這是 它很特殊 它是全 應該算第一支 是用皮帶 去 因為這是我老公偷買的 你知道嗎 後來被我發現 他老公是很收錶的專家 對 他超愛買錶 是 他買了這一支 然後也是偷偷買 寄來的時候呢 就是一大 一個大盒子 他去某拍賣公司 是 然後被你發現 他花多少錢呢 他不跟我講 這怎麼買的 我不太看得出來 豪雅 豪雅錶 很棒 他老公收了很多配娜孩的錶 他 一般來講會玩這種表的人 都是很專的玩表人士的 因為他特殊性非常非常的夠 他就是買玉的行家 他最近還在一直賣 因為最近 大家都拋售 不凡控錄 不過冰墨長 他是相當不錯 三彩很漂亮 他是很鮮豔的黃 黃是很讚賞 像這樣的顏色 豪雅錶 強力爭頭 請將能保護的故事照片 以及聯絡方式寄到年代電視台 或是email出鏡信箱 下一個上節目的就是你 因為是不是老公 偷買的你知道嗎 後來被我發現 他老公是很收錶的專家 對 他超愛買錶的 他買了這一支 然後也是偷偷買 寄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一大 一個大盒子 他去某拍賣公司 是 然後被你發現 他花多少錢呢 他不跟我講 這什麼牌的 我不太看得出來 豪雅 豪雅錶 他老公收了很多 配那孩的錶 哇 一般來講 會玩這種錶的人 都是很專的玩錶人士 因為他特殊性非常非常的夠 對 他是全世界第一支 從用皮帶來做轉軸的 傳動動力的一個錶 皮帶可以做轉軸 一般來講我們是齒輪 帶動齒輪嘛 對 可是他都是齒輪跟齒輪中間 多了一個細細的皮帶 來做傳動的這個動力 他做的比頭髮 很不錯 外面是皮帶 裡面也是皮帶 對 我一直以為你跟我講 只是外面那支皮帶 外面那支皮帶怎麼帶動錶 跟他腳踏車 腳踏車的臉納有嗎 替臉納有 對 它裡面的轉軸 那個做的跟頭髮 然後他這個當時限量是200支 那101賣的 然後最主要是他特殊 因為是陶瓷 然後公司也不說 他不說 沒關係你就再多買一次玉琢 來泄恨啊 但是這樣的東西 那個市場的流通性 其實他並不是說 因為第一個 這個品牌並不是說 大家這樣子很特殊 可是他這個中 他的工藝是特殊而已 對 沒關係 他出自一個不買會時的家庭 夫妻倆都是購物資源 來 對 好 請估價 30萬元 30萬元 還好嗎 欸 對啊 你不知道你光賣的時候是多少錢 你知道嗎 定價是220萬 什麼 220萬 然後大約的成交價 這樣打擊非常的大 欸 也就是220萬買 然後出去只能賣30 你知道 李亮姐 黃玉琦來講 這支錶他還有K金的更貴 更貴 這支錶還有K金的更貴 K金的新錶 新錶大概是400來萬 K金的 400來萬 他這個是鈦金屬的 所以單價比較便宜 可是 李老師剛才講的 220萬買剩30 是定價啦 但實際上市場的成交價 大概會落在130到150左右 所以他老公應該是100多萬買的 應該是 可是呢 因為他品牌性的問題 所以在中古的流通市場來講 他不是那麼的受歡迎 對 很了不起吧 沒關係 好啦我們來看這位 玉後的這個玉啦 他的 他就是買玉的行家 最近還在一直買 因為最近 大家都拋售 不買很痛苦 現在是買的信心 剛剛這個我們的李老師就有說過 那個疏忽比自己一直在調價 往下調 因為打開的緣故 翡翠其實有一陣子 是常常流標 其實這是好事 真的是好事 其實因為之前過高了 像這次緬甸的公盤 他們六月多一樣 他們在調價在往下 很多人說 那翡翠是不是玩得要崩盤 其實這是好事 他只是做市場的調整 這一次的緬甸公盤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大的特色是什麼 緬甸人自己去標的有4,000個人 中國只有2,000個人 代表緬甸更多人去買的 代表什麼 有人在接這個貨 第二個其實他們現在的門檻放高了 以前只有5萬歐元就可以 可以隨便你標 現在他100萬歐元以上的東西 他再加5% 所以讓很多人不會脫標 不會說標了跑掉 這什麼意思 像2013年很多人標標到5億人民幣 標完以後他不去領貨 他就把它炒得很高 因為那時候只有5萬歐元 他們現在改成了 每個100萬歐元都要再加5% 那你去擠個5億看看 哇你要浪費你可能要20億 20億的那個錢 保證金 一直一直一直往上爬 是這樣啊 他改過了 所以其實是好事 5萬歐元其實拿200萬已經給你沒收 已經算是對我們而言是一筆大錢 他人家炒出翡翠的那個是很恐怖 一個料子5萬5億人民幣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而且前幾天好像 前幾天好像他們去挖礦 然後又奔走 死了100多人 你是要在臉電喔 沒錯 他們講的是比較源頭的事情 比較離我們現實生活近的 像如果我們之前去捷陽去瑞麗 你要跟他討價還價 基本上是不太愛理你的 但是最近這兩個月我發現 可以跟他討價還價了 其實比人強 是 好來 所以你買多少 大概15刀的15萬 忘記了 對 買到多刀忘記了 對啊 請估價 25萬元 欸 好可怕 不聽話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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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夠大 那也沒有什麼蝦吃 就是這一點黃天然的 一般那黃都是假的 這應該算山材 山材很漂亮 很鮮豔的黃 我還是很讚賞 像這樣的顏色 那整體上來講 不錯 那屬於比較 差不多冰諾種 那是相當不錯的 我覺得很好 這個菲菲妍 他自己就是有研究了 也是專業人士 然後也有底來買 是 所以 所以他常常會跟 看到朋友戴得漂亮 他常常會專業出價 我們會交流 對啊 來 這個 這個蠻綠的 只是透度還好 對 可是我之前它薄了一點 對 這也是這一兩年買的 對 所以 一整個 對 我差不多 因為他這個賺還蠻大的 對 沒錯 一整個 多少 快30萬左右 這個 這個有一顆辣嗎 沒有 差一點點 好像沒有 不是看他 差不多60分吧 60分 70分 旁邊的馬眼 對對對 不過他這個底部有挖 有挖 沒有 你要看他 他 他有可以開蓋 可以開 對 他有可以開蓋 你看 對 對 就是這樣很明顯 真的 你要把鑽算進去 買的鑽算就買30萬 這個不是一種 相好30萬 它這個不是一種 雕刻 它是 相當程度是把黑的 刨掉 他們就是自己幾個貴婦會交流 對啊 最主要是他把這個黑的地方 在某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太薄了 有沒有 把它刨掉 所以他必須要做個禁止 所以這也叫做挖 這也叫做挖 相當程度是 對啦 至少客人會這樣想 嗯 當然他們的顏色是很好的 是 不過我覺得要來講 要錢 會再建議你 可能朝別的方向 因為你很懂啊 對不對 朝別的領域去發展 沒有我是看他的顏色 還蠻鮮綠 算是 因為我很少會有這麼鮮 因為我比較喜歡冰種的東西 對 好 OK 請勾架 這個也是這個耳環 哇 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也不錯 這個種嘴 一般來講 我才耳環是很難的 看你朋友給你的東西 比自己擺的之前很多 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是老的啦 沒錯 紅金團長一針籌 請將您保護的故事照片 以及聯絡方式寄到年代電視台 或是email指定信箱 下一個上節目的 就是你 這這個有一刻拉嗎 沒有 差一點點 好像沒有 不是看他 差不多60分吧 60分 70分 旁邊的馬眼 對對對 不過他這個底部有挖 有挖 沒有你要看他 他他他他他有可以開蓋 可以開啊 對 他有可以開蓋 你看這個 對 就是這樣很明顯的 真的 你要把鑽算進去 買的時候就買30萬嘛 他這個不是一種 相好30萬嘛 他這個不是一種 咬殼 他是相當程度的 是把黑的刨掉 他們就是自己幾個貴婦會交流 對啊 最主要是他把這個黑的地方 在某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太薄了 然後就把它刨掉 所以他必須要做個禁止 所以這也叫做挖 相當程度是 對啦 至少客人會這樣想 當然他們的顏色是很好的 是 不過我覺得要來講 要錢會再建議你 可能朝別的方向 因為你很懂啊 對不對 朝別的領域去發展 沒有我是看他顏色還蠻鮮綠 算是 因為我很少會有這麼些 因為我比較喜歡冰種的東西 對好 OK 請估價 28萬元 好啦 他們說沒關係 對 這樣的東西是顏色好 是 那其實相當程度好 就是說他 要靠旁邊的鑽石來陪襯 那有些族群是喜歡買這樣子 不過就是說 像這樣的東西買的話 希望特別要提醒你 小心 就戴的時候 不要戴太長 太長到你一看到什麼 這個我通常不會戴 流暈到人家一趴 啪 會脫掉 有這樣的例子 對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買這麼多 因為自己也沒有藏帶 沒有啊可以收藏啊 對 收藏 當時機再拿出來 對啊 可以買來 通常 通常客人如果跟我講說 我這個可以收藏啊 我又很少帶啊 我也不賣啊 那通常收藏久了之後就變成什麼 存貨 遺產 遺產 沒關係啊 超靠 不 不 他只能夠傳承下去 對啊我覺得當然遺產也不錯啊 所以 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第一個我們要審慎說 第一個 我有沒有能力投資更好的東西 那個物件好不好 當你有能力可以買好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考慮到這種薄片的 薄片的 所以你覺得以他的能力應該買更好的 對不要買薄片的 因為薄片的就像那個李老師講的 鏈子再長一點都會出問題 真的 所以一個東西除了薄之外 還有他的腫水其實 有點乾 就是乾 對啊如果說能夠跟他旁邊那一個 的腫水這樣一樣的話 兩個相結合起來 然後那個30萬買的超便宜的 這是很標準有色五種的東西 嗯 好 所以這買的普通啦 買的不太好 沒關係 我們要承認 對 面對失敗 面對失敗 來 那這個鑽戒呢 這個是我 我結婚的時候我婆婆給我的 是 可是因為沒有證書 哦 他們大概 你結婚很久了吧 當時應該不太注重證書 20年 然後這個大概是我公公那時候送我婆婆 所以大概40年前他們買的 所以我也沒證書 我也不知道他 他好像大約1點多 1點多克啦 對 我想老師看得出來 我不曉得他的乾淨度 或是他的 大如姐剛好 他忘了這個東西的那個重量 這邊有一個儀器 可以做一個輔助的功用 這是我們當務業者 都會必備的一個工具 這個齒規 像這種圓形的鑽石有沒有 我們把它量下來有沒有 長層寬層高 嗯 用這樣的方式 嗯 長層 他比方說 這邊拉到這邊 長寬 是66 他就會比到 對對對 他就會比到這邊來 長層寬層厚 就乘以0.0061 大概就可以量了出來 這個鑽石 可是我這是老切割欸 因為有 我有去改箱過 沒有關係 那個影響度不大 我都看了齁 是不用看了 裡面有打重量 不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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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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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打重量是什麼意思 我在介台 這個師傅很負責 然後他要打這個1.00 就兩個是50分 對50分 所以這是以前老式的打法 直接給你打在介台上 我們應該都是這樣 負責的師傅都這樣做 我們力行也很負責啊 他一定要把圓周率的這個遊戲格子拿出來 這不是圓周率啊 這是對圓形鑽石 它的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是上下差距不會差就3% 最主要是 假如它是像這個來講面很大 因為老側工 對 老側工 所以你就是說 手柄可能要稍微少算一點 我相信算出來一定不會錯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因為這個大康他們40年前嘛 是 不過這個鑽石 基本上除了這個工稍微 面很大 面比較大一點 它的桌面有差不多64以上 64 65 不過它基本上來講 條件還是不錯 真的嗎 這個白 第二個它也是夠乾淨的 它都是VS1 是 那當然 以這樣的鑽石 就算現在來講 當然 你要照國際的報價 當然它會說不到那個價格 但是呢 以普世價值來講 它也算是很好的鑽石 是 好 來 普世價值 請勾架 50萬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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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狠狠地要取這個新婦的名字 我還蠻 還蠻開心的 因為這個50分 它自己的鑽石都扒下來給你了 這個50分我花了8萬去做這個台子 對 然後中間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價值 所以想說今天來估一下 還不賴 還蠻開心的 算是一個好美的媳婦 好 來 接著 這個也是屬於你們要講腫不好的 對 可是 它很翠綠 它真的 我喜歡它的 看起來是老東西 嗯 它蠻翠綠的 因為從我們這邊看 它有一些帶黃 黃黃的 對 我也覺得 手座有它的所謂的歷史價值 然後民俗 就是我們的背景 第一個手座 它代表圓滿 第一個手座 就是你要找到這種綠 有這樣粥很漂亮 這樣很整齊 十頭肥這麼大 對啊 對啊 因為之前請老闆都會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買十八圍 嗯 因為我之前都小手紋 我的手很小 對 他都給我嫌棄啊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就 十八圍好賣了 如果不要考慮自己帶 基本上像這樣的手座 在台灣是 到目前來講 還是很多人在找 嗯 真的嗎 肯定的講 這個 就是說它 你說這裡我有的黃 我有的灰 色患 為什麼 但是它這個綠色太綠 而且它有四分之三 聽起來有點稀緩 我喜歡它的綠 嗯 對 好 請估價 70萬元 嘿 嘿 30啦 它可以賣到70萬元 它其實家裡真的沒有缺啦 但是要貴一點 它就會開心 好 那這個 這個的長相 是不是有點老土一點呢 欸 不行哦 它是古董 哦 不好意思 難怪我會覺得 他是婆婆的婆婆留的 哦 對 是我婆婆的婆婆 如果當時 有這樣子的翡翠 應該是屬於什麼 官幻人家的 嗯 恢復其貴 對 嗯 我也不知道耶 對 婆婆的婆婆 的確啦 如果用古董眼光看起來 因為它不太像你的東西啦 對 沒錯 可是我本來想把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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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香你知道嗎 嗯 可是又覺得說 它是好像會辜負婆婆的婆婆 不是 因為我覺得它 那個大概是日律時候的一個台子的款式 哦 這個那個時候如果是那個主食比較差的話 它就會用那個銀河筋下去做 哦 它那個時候那個年代做的那個黃K金 大概是12K的 應該有上百年 那你如果是比較差的話 大概就銀河筋 就好像是你看到那個珍珠的那個鏈子頭啦 或者珍珠的那個台座啦 全部都是銀河筋的 嗯 日本日系時代都是那個東西 哦 哦 所以 它這個 老生只算翡翠嗎 沒有把它年代算進去 沒有辦法 沒辦法嗎 不過這個台還都沒有藝術性的 我們一開始以為說是什麼 這個緬甸啊 隨便做過 不是耶 它真的是有好的工匠 一個一個一個鏤空做出來 它是古董 對 所以我捨不得把它改一下 所以就好 對 我怕不要改 但是因為它太輕了 所以它的就算是日律 它有K金的成分 我相信也不高 很低 對 所以你要 然後 我就是那個藝術價值 對 藝術啦 以前應該是K金比占面貴啦 那個時代 對啊 嗯 OK 現在當然是這個貴啦 對 請郭架 50萬以來 好貴喔 好貴喔 對啊 我也是官方人家 對啊 這個以前嘛 應該 沒有 以前中間那顆一定 以前A或B或 根本就不必搞清楚啊 沒有 可是這個大概有上百年了 這個其實已經超越 價值的那個意義了 因為 婆婆的婆婆 等於是媳婦傳給媳婦 再傳給你這個媳婦啊 我以後沒媳婦了 對 那你可以做一個扁額啊 做一個扁額把它框起來 傳給女兒不是更好 還留在自家裡 對不對 而且況且 而且況且女兒生的孩子 才是真正是自己家的血脈 二子生的胃股 我跟你講我們都生女兒 所以我們都會這樣講 當然喔 還有這個也是這個耳環 哇 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也不錯喔 這個腫水 欸 那個口氣應該也是婆婆帶的吧 對 可是是不同年代欸 可是她都是同個年代傳毒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跟這個 這個比較老啦 可能這個會 她後來有改箱 我就不知道 菲菲蘭會帶嗎 不會欸 你不會帶 翡翠水滴 那個好大 我帶起來很乖 因為這一組齁 這一組的話 它是用插針的 好 插針 然後有耳拍 那這樣帶起來的話 你看它就是一個水滴的形狀 我覺得可能我 差不多60歲 70 70 80歲 我可能就會可以帶 那如果有換一個款式 會讓你帶起來 變成是28歲了 好 來 那也不錯啊 這個意思就是 有人要畫圖送給你 來 你看喔 那個款式 我們都不要改 都不要改 但是呢 加東西 你就加一個 那個什麼呢 加一個老鼠尾巴 加一個老鼠尾巴 然後下面這個部分 全部都是用那個 鋼玉 鋼玉 然後那種 很小的鋼玉 看是鳳梨切割型 或者是燈泡型的 那去把它串起來 就做成一串 就跟我們那個燈籠一樣 然後上面呢 加幾顆的那個 跳動式的那個 Ross Cutting的鑽石 這樣整個起來 就會變得很年輕 欸 好像還不錯 而且耳溝 我又喜歡耳溝 而且我覺得 那帶一個就好了 對 那真的嗎 我們可以賣掉一個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 這個呢 這個你可以拿下來 就 在上面就好 但是上面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加幾個 那個Ross Cutting的鑽石 看起來比較年輕 好 那另外一個款式呢 就像這個樣子 欸 這個款式也不錯欸 這個款式呢 你看喔 它這邊沒有加了 但是它也是用一個 那個老鼠尾巴勾起來 然後呢 這個也是用那個 Ross Cutting的鑽石 下來的話 我們用一個什麼呢 黃斐 黃斐 水滴型的黃斐 那黃斐 黃斐的話 下面也是用Ross Cutting的鑽石 那個相公都不會很貴 可是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黃斐的東西 如果我加那個玻璃總的白斐 欸 也可以啊 嗯 對啊 你看喔 不然我們來個紅沛粒加壁錫怎麼樣 欸 加壁錫也可以啊 欸 加什麼都可以 只要是加那個 因為我們上面的部分 你看喔 我們上面是那個水滴 水滴型膨撞的 它沒有切割 嗯 所以其實底部的部分 我們也做沒有切割的一個處理 欸 不要有切割的 這樣起來就不會那個 易克為主 對 還不錯欸 這其實看起來是很不錯的東西 換上次的 我真的不會大 對 這個顯然是有重新相照過 他博家一定是相當賢賀 對 對 對 沒有啦 這不方便講 還好啦 還好啦 還可以 還行日還過得去 請估駕 一來萬元 一來萬元 沒錯 你們兩個後面都是 你自己買的值錢 對 為什麼 因為薑是老的辣 沒錯 這兩個半面 那是水滴的 但是假如拆開來 是不值得一個50萬 那是因為它一對 一對 配對是很難的 如果我把它做成戒指呢 因為我覺得做 或許你可以做戒指 一般來講 耳環是很難很難配對的 對 以我們的經驗來講 從以前在產地買寶石 一堆紅寶石 到那裡 什麼湊都湊不對一對 所以湊出一對 然後還出來 然後尤其翡翠的更不要講 它的顏色啦 水頭啦 大小 就算是同一個圓石 去把它切出來的 因為位置不同 顏色也會超小的差距 它算同一塊石頭嗎 相當相當接近 應該是很接近 雙胞胎的 對 很接近很接近 很好的 所以我們給它這個價位 應該也是很合理啦 它後面全部都是婆家的 對對對 其實那個時候 如果有那種不透的手足 已經了不起了啦 是啊 所以可見那個以前的婆家 就是富商家庭 這一對也是婆婆家的 對對對 婆婆的家族留下來的 一次留了一對 對 它就是同一塊 現在都變成你的了嗎 對啊 因為以後就一個兒子 那我以後變我女兒的 你婆婆只有一個兒子 你只有一個女兒 這是非常理想的 對 好 這樣都不會打架 來 一對一起估 我們來猜價錢 這個 這個好難估欸 對啊 因為一對 哇 那Phoeve很快就升格為婆婆了 我不是婆婆 是岳母 岳母 對 有困難嗎 我們只有女兒 我們都是一個女兒而已 對 哇 這個好難猜喔 將來都是女兒的 厲害 但是你也不要說 這樣娶到她女兒就會很幸福 因為呢 只有一個女兒的父母 女兒幾歲 對女婿都非常標籤 剛去念大學 對 對 18歲 而且年輕冒霉 我兒子有機會 你兒子幾歲啊 我兒子十幾歲啊 十幾歲 我來看哪一位看起來比較可靠 剛剛那一對耳環 李老師有講說 拆開的話一個不只五十萬 不到五十萬 那兩個在一起是一百萬 但是桌子 更難得 好 而且它是同一塊石頭 好 可是因為他 你給他一點指點好嗎 雖然尿老師其實幾乎沒有準過 對 沒有準過 你有看過 那你選哪一個給你選呢 總圈 總圈 好 起碼要是拍賣公司 是不是 對 那我猜錯不就慘了 對 你還是叫他猜好 我們可能 你猜錯的話 我們禮拜天就去踢館 好 你知道你送路接到拍賣公司去的話 他一定把你壓到最低 我會一直企圖讓他把錘敲下來 好 來 上上下 連他都說上了 那就一直上 其實 那你算到幾樓了 對啊 升級 來 上到幾樓很難猜 不要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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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太低嗎 不可以改了 不可以改了 好 我們之前待會兒最近很小氣 因為我們要把 不能送錢太多 你要看李老師站在哪一個樓層 好不好 來 對啊 其實這個算相當不錯的 這個因為他整個型 四個大小 顏色也配得很對 所以 我想請問你 一隻比較貴 兩隻也可以配的 這樣兩隻加起來 有沒有相承的效果 會有 因為有些收藏家 他們會要求 像這樣 他會保留 當然 可能結婚的時候用 或是說不是 或是說將來 就是這個兒子 娶媳婦的時候 代表圓圓滿滿 不是 我是想說以後 一隻給女兒 一隻我自己 這樣 對 因為相認的話 不要買個女兒 相認的時候用的 一隻給女兒一隻 你對人比較喜歡 鑽石跟有色法師 嗯 來 請估價 180萬元 180萬元 你剛說太高耶 我說100多啊 他說 但是往下啊 那個 黃立行是永遠往下的 他 他不行 因為他是當鋪 當鋪都會給人家估很低的 多少 128 他有叫你往再往上 覺得你太賺錢了 三隻一隻的市價 大概就70萬到80萬之間 這樣了解了 我們看得到很準 其實這個在市面上賣 真的180 200都可以賣 而且我覺得會有人買 因為他是一對 這樣子 其實他來講顏色的焦 沒有瑕疵 大小 而且他是苦衣 是 上白了 就是很不錯的一個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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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金團 長一針頭 請將您保護的故事照片 以及聯絡方式寄到年代電視台 或是email指定信箱 下一個上節目的就是你 這是什麼的 這是你買的 紫龍筋 紫龍筋一千就好貴 對啊 紫龍筋 我本來要用你 親死回生之效 一千多個 一張 跟林董事長 換三百張當時未上市的補票 那三百張總共多少錢 是一兩百萬 明晚七點 ZAP綜合牌 女人要有錢